哈囉大家早安 我是瑞瑞 我是康康 我們又來到了小油坑停車場了 去年夏天我們分別走了第一段和第二段 這次我們要一次挑戰台北大洞走的第一加第二段 起點是在小油坑這邊 我們是從第二段的尾巴開始往二指坪的方向 第一段就是從二指坪下到關渡 這兩個加起來大概二十幾公里 我們試試看 那我們就出發吧 第二段尾巴我們就是從小油坑的右邊 這個建築坪走進去往北邊走 這次露營呢大概錄一下因為我們要趕行程 所以如果想要看更詳細的 可以看我之前拍的第一跟第二有詳細的介紹 就是為了蒐集今年度的台北大洞走寶石 我們就是用要說的方式一次走兩段 這樣說我們好像體力有變好一點 那花比較多時間走 現在是早上七點半 起人 從小油坑停車場下來之後 第一個是小觀音停車場 這邊有個小岔路往下走 可以看到後面有台北市 還有這個綠色指標 往下走一個目標巴拉卡公路 我們走到了小油坑停車場 接百拉卡公路 從停車場出來可以看到 總案處有對著百拉卡人車分道的入口 我們就從那邊走進去接百拉卡步道 往大臀山山角的方向前進 對面貿易的是小油坑 土皮湖在下面 我們走上面的百拉卡公路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待會要上去的大臀山 這邊有個指標 是大臀山安部的氣象站 往前是氣象站的停車場 停車場完就是大臀山主峰的登山口 來到西北跟台北的交界鋪了 我現在跨過去就是三支區囉 但我們並沒有要去三支區 我們要往上走 往大臀山的方向 你說一走過來這邊就發現第三顆寶石了 停車場對面就是大臀山主峰登山口 現在7點25分 大臀山主峰呢 一上來就是這個階梯跟竹林步道 要走一段到主峰 目前這邊還不會被太陽曬 上面長得很好喔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一線天 我們在TK 誰推的比較快嗎 一路下坡 太可愛了 其實上是稻子推耶 他們這邊可以把這個東西推成圓的 大臀山主峰駐航台的視野 可以看到整個台北市 淡索維坑基隆河交界的地方 這個前面是南峰西峰 以及在淡索維對面的是觀音山 這邊是淡海新市鎮 北海岸女線 我們抵達大臀山主峰三角點 這邊1076 等等我們要往下切囉 這邊的視野非常的好 冒雁的小遊坑 七星山 沙漠山 後面是天母 那我從前主峰下來之後 我們西峰有個岔路 看這個指標我們西峰走 今天凌晨下雨 路超滑的耶 天徒滑倒幾次 真的走路小心一點 從主峰下來之後 我們首先走的是南峰 那南峰的話 就會開始進到這種土石頭的路 會比較滑一點 往南峰的路上 荒焰漫草 路跡快不見了 給大家看前面的狀況 你看 消失的路基 又出現了 這邊路徑比較原始 直接過去嗎 都蜜蜂蜂 蜂草耶 小心地上超過土蜂了 還有些蜜蜂被踩死了 聖王草太猖狂了 因為以下很多就是 南峰 下一個是西峰 西峰是最挑戰的 那邊有一些 上下的暴使 大家如果要爬西峰 記得準備手套 通過南峰以後 我把手套戴起來了 這樣可以抓繩子 這是下南峰 這邊有一段是 真的比較難走的 這個是小魔王 等等會遇到大魔王 如果大魔王就會是上坡了 就會比較好走 一路的抖下 這邊要上西峰 這邊有一串 石頭跟繩子的地方 一條繩子只能繩十個人 大家瞎捏一下人數 這邊呢有一段 底子的抖上 手腳並用 撐有人的時候就可以 很快就通過了 感覺就是用爬的 很快喔 沒錯 這個大概應該有45度吧 嗯哼 當作你有四隻腳在爬 繼續走 這是戶外版的攀岩 走一半了 兩個人是很難通行的 走這條路呢 就一邊通行就好了 旁邊有 閉車彎的時候 就閉車一下 剩最後幾步了 天啊 我好像動物喔 重見天日 啊 我們走完西峰了 那這樣也算我們 第二段快完畢了 沒錯 最後一個山頭 這邊是也被這棵樹擋到 我們剛剛都從主峰一路 跑到南峰 現在里達了西峰 現在開始圍下雨囉 這邊有段 滑了泥坡 現在有點霧氣 還有水 我們上次來走第二段 大晴天 西峰的下坡 總在是下晚 等一下就是進到二子坪 比較晚和的步道 也就是我們的第一段 接近尾聲 在那邊吃個午餐好了 OK啊 抵達二段 吃烤的兩點囉 我們剛剛花了 4.5個小時 抵達二子坪的步道這個地方 完成了第二段的大洞口 凌晨下了些雨 一路非常的濕滑 我們就穿登山鞋 光我自己就滑倒好幾次 但是還好 平常有在練 就馬上撐住了 沒有受到傷 如果要爬第二段的話 建議看一下氣象 凌晨有下雨 或是晴天有下雨的話 家裡有橡膠鞋或是雨鞋 推薦穿他們來 登山鞋的抓地利 雖然是好 但是如果遇到青苔 真的是非常的滑 看到有一個阿伯 穿那種洞洞橡膠鞋 走得很穩耶 接下來碎石的步道阿 我們就先拿到了第一段的第三顆寶石 現在要往二子坪再走一點 那邊還有兩顆 馬上之後我們會遲回來 再一路往下去收集剩下的寶石 直到關渡那裡 從二子坪步道 樹林茂密地方走出來之後 看到天影比較開的地方 就表示二子坪的水蛙池快要到了 那個地方有廁所 可以在那邊做一個休息 而且這邊也有一個寶石 收集到囉 這裡就是二子坪喔 表安畫面有一串的感覺 人好多阿 大家都來這邊野餐 帶長輩或小孩也是很棒的一個地方 在這個總案處我們拿到了 第一段的第一顆寶石 這就是最靠近二子坪停車場那邊的寶石 沒有要向我們走第一段的話 就是繼續往前走 大約推個五百公尺七分鐘左右 有巴士站可以搭車下去 就是去陽明山總站再轉車回台北市區 我們沒有打算要下去 所以我們就原地拿到寶石後折返 我們現在就是開始一路往關渡前進了 這是我們台北大龍走第一段的開始 我們走到二子坪囉 又回到剛剛的地方 首先呢先來廁所洗個手 好冰涼喔 這是我們在水座巴勒跟流地 你看房子的專明站 開動囉 中藝山步道 就是第一段最頭的步道 一路下去快到尾聲的時候 就遇到中藝山步道 我們離開二子坪囉 下個目標就是青天宮了 路過這邊是上西峰的涼亭 大本山西峰 從這邊下來 沒錯 那我們現在經過 前面就是今天還沒走過的路線了 不斷的下坡 上次往上爬的時候 那時候天氣很熱 又沒有什麼風 啊這個竹林裡面的時候 實在是快瘋掉了 速度很高 旁邊還有一個情侶吧 女生爬到哭 我以為我是怎麼要哭的那個 結果他比我早哭 哈哈哈哈 什麼叫崩潰竹林 地經的一連串竹林下坡之後 來到一個長安點還不錯的地方 可以看到底 關度平原 那藍藍屋頂的就是 捷運關度基礎 我們在大屯山主峰的時候 都看到那個藍藍了 現在離我們越來越近 我們就要去那邊搭捷運 今天公司的是 我覺得還蠻貼心的一間廟耶 就是有些單有的洗血處 上面還有放那個刷子 這邊有飲水機洗手台 往後看呢 這裡就是廁所 有提供衛生紙 天啊 感謝青天宮 不錯 而且這邊有個公車站 如果想要撤退的話 你可以直接坐公車 下去台北市 往北投的公車來囉 山友們要上車車了 青天宮下來之後 進入一個住宅區 只要看到上面這個牌子 沿著牌子走就不會錯了 這左右兩邊呢 都是住戶 所以一定要小聲一點 不要跑到他們 青天宮的小聲撞出來之後 會沿著滿路 接著你看到這個牌子 這樣走是沒有錯的 往下會看到一台樓梯 這樣子上去是對的 櫃子坑青山步道的入口 自己下去 沒錯 看牌子就對了 看到吸水 這就想到吸手 這樣來各地的吸水塘洗臉 來抓蝦子喔 跳著 現在時間是3點01 這條我覺得是第一段最愜意的 旁邊有溪流 可以看小魚小蝦 雖然這樣子走很快看不到 感覺就特別涼快 從櫃子坑青山步道走出來之後 會先走一段馬路 這段馬路會經過高爾夫球場 是一個顯眼的地標 櫃子坑步道走完之後 這個地方 因為在整修道路的關係 所以路線會比較混亂一點 還是說要往這邊走 是可以也不會繞一圈 這邊走這個路基也是可以的 我看有人是往這邊走的 我們就走走走路吧 走路走出來之後 會看到一個廢棄的高爾夫球場 結果就是走到大馬路上了 這樣是不會錯的 接到了之後 這附近路線整理的比較好之後 標示會更直接更正確一點 欸裡面有人在揮竿欸 它怎麼混入的啊 跳窗 很強的 可能是地主吧 廢棄的高爾夫球場出來之後 這條路叫做小平頂路 走一段就會看到這個 國華高爾夫球 那這條路就不會錯了 走這段路真的要小心欸 因為這條馬路沒有很大 然後車子都會離你很近 剛剛有兩台車剛好在交換 差點撞到我 嚇死 因為它在會車 所以就很邊邊 因為是大車 所以感覺超近的 馬路上有一個大牌子叫五指錯 就是從後面這邊有一個公車站 公車站這邊進去之後 就是我們的大眾走路線 可以看到這個指標 很像是要進到俱樂部一樣 荒廢的莊園 我們要闖入了 從莊園大門進來呢 就走這個歷史路 目標就是綜藝山的三角點 這條路還蠻寬敞的 就走在那個雨林裡面的感覺 但它沒有像雨林那種 很直很直的那樣 是沒錯 有人知道我怎麼走這條路 地上都是磁磚嗎 色白的還有綠的 還蠻奇怪的耶 沿途都是 感覺這個是一些人家房屋打掉之後 的那些碎石拿來鋪出來的路 經過了一片大草原 綜藝山登山步道 開始囉 這邊是淡水河出海口 風光明媚 這是巴黎左岸 這邊的石頭就沒那麼多青苔了 而且這邊也沒什麼泥巴 綜藝山步道Over 這個就是拖映點 這個跟二子亭那隻一樣 來到了 這邊有兩條路 一個是柏油路的叫學人路 第二個是 直接的是走進學校裡面 是北溢的路 兩個都可以走了 早時都在兩條路收合的地方後面 那那個地方有一個公車體 或許有這麼一點機會 可以坐公車下去 都不想走最後一段 不曉得會不會一坐就坐到苗地去 不會啊 我們最後選擇走裡面 這邊比較清幽可能可以看到 本校的明星水牛 路過台北城市科技大學囉 現在下了一些小雨 最後一顆寶石呢 就在這條馬路上了 即將完成我們的一二段 耶 收集到了 哈哈 開心開心 剛剛拿到最後一顆寶石之後 還要走15分鐘才會到關渡捷運站 路過北一達的校門口囉 我們抵達關渡站囉 我們今天從小油坑第二段 第一段將一路走下來 走了20.1公里 我們總共花了9個小時 上升559公尺 那下降呢 總共有1300公尺這麼多 這個力度比上次我們走 3降到4 感覺還要再輕鬆一點 時間也更短一些 這9小時呢 就是有包含吃啊拍影片 如果大家走的話 應該會比我們時間快一點 一天走兩段 這樣子相當有效率 拿到禮物的機會又更高了 讚 如果大家二刷的話 可以挑戰兩段綁一起 我們就這樣囉 大家掰掰 掰掰